大家好我是美丽的Google小姐今天要来讲海马vs性感美丽的依稀斯下极光的护风剑的效果消失了 海马抽到欧贝利斯克依稀斯也知道海马抽到海马开始呛依稀斯未来只能掌握在自己手里要自己走出来 依稀斯心里想着欧贝利斯克没办法带你走向胜利 其他人都非常惊讶为什么依稀斯都已经面临这么差的状况却都不害怕 游戏突然想到卡都在墓地而依稀斯跟马力克都是守目者一族那一定有问题 这时海马的生命值2950 依稀斯的生命值2400 海马翻开覆盖的卡魔法卡去魔法的病毒加农炮 依稀斯必须从牌族选出十张魔法卡送到墓地 海马又开始呛依稀斯还是认为我会败匪吗 依稀斯说你一样会败匪是你掉入我的陷阱吗 这时依稀斯发动陷阱卡现实与冥界的逆转 海马非常惊讶 依稀斯牺牲1000分的生命值让双方墓地与牌族交换过来 其实被破坏牌族的是海马 海马墓地的卡片只有6张 也就是说如果海马6回合之后没有抽牌的卡 海马就会败给依稀斯这时召唤怪兽卡 海鲁贝克攻击力1500分并带上一张牌 回合结束 海马这时准备抽牌 依稀斯提醒海马那张卡是消去魔法的病毒加农炮 海马一看果然是依稀斯告诉他 我已经看到未来了这张卡怎么用是你的未来 海马决定发动依稀斯发动陷阱卡 无效请他把魔法的病毒加农炮丢进墓地 并预告他下一张抽到的还是破坏牌族的病毒 依稀斯知道海马唯一的手段就是交叉牺牲这张卡 海马正在等依稀斯场上召唤三只怪兽 并用交叉牺牲召唤欧贝利斯克 依稀斯召唤第二只怪兽 攻击力1700分的索鲁加 心里想着你怎么样都赢不了我的这时 海马的好机友游戏告诉他我能看见我们两个战斗的未来 自己的未来要用自己的卡创造 这才是决斗者 海马暧昧的说那我就先去前面等你了 依稀斯说他还没结束 回合他用索鲁加攻击死亡的格雷姆林 海马的生命值来到2850分 在用牌鲁贝克对海马发动直接攻击 海马的生命值剩下1350分 并覆盖上一张卡结束回合 海马觉得覆盖的卡一定是对付破坏牌组的病毒 但海马也只能抽牌 这时依稀斯发动陷阱卡 无效让海马的牌直接送进墓地 海马看着手上的牌交叉牺牲 心里想着等下一回合 依稀斯召唤第三只怪兽 海马就可以用交叉牺牲 把对方的三只怪兽当成祭品 并且召唤欧贝利斯克 于是他覆盖交叉牺牲 结束回合这些战术 依稀斯全部都知道 依稀斯先带上一张牌 拥抱祭品的炸弹 并装在索鲁加上 用装上炸弹的索鲁加当成祭品 召唤的怪兽 即便是神发动攻击 也会爆炸 依稀斯也故意召唤第三只怪兽到场上 海马虽然怀疑是陷阱 但他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于是海马发动了交叉牺牲这张卡 把依稀斯的三只怪兽当成祭品 召唤出了神鲁贝利斯克 并配合他的大笑 海马又开始呛依稀斯 他会用神把依稀斯击败 依稀斯心里想着快攻击我吧 我已经看到你即将败北的命运陷阱 已经发动了 已经在神的身上 当你使用交叉牺牲所召唤的怪兽 而爆炸的怪兽的攻击力 会直接扣掉你的生命值 全部都跟千年首饰呈现的一样 海马直接败北来吧 直接攻击我吧 海马又开始呛依稀斯 是你才即将败北依稀斯 心里知道海马没有第二个办法 他只能用神发动攻击 而神将会爆炸 海马也会非常惊讶 这就是这场决斗的未来 但这时千年席杖发出强烈的光芒 海马这时也发动攻击 但这时海马却看到了五千年前的埃及画面 他看到石板上的对决 也看到了青眼白龙的石板 并且有强烈的哀伤 他想起来 青眼白龙才是他的老婆 老婆才是他的真爱 青眼白龙也不断怒口 于是海马决定相信他所看到的 用沉默的死者手被召唤 怪兽依稀斯非常惊讶 海马把召唤的怪兽跟欧贝利斯克当成祭品 所有人这时都超惊讶 他告诉大家 未来要由我自己决定 我决定召唤我最骄傲的老婆 青眼白龙 青眼白龙这时也非常开心的 吼叫海马又开始呛 伊西斯在你看到的 未来有这样的光景吗 伊西斯非常惊讶 但也非常开心 伊西斯这时生命值一千四百分 海马用他的老婆青眼白龙发动攻击 伊西斯被攻击 还是用美丽的姿势被攻击 太美了 我也好希望遇到海马这样子的老公 好想好想 只好去梦中 想了晚安各位